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全家围坐在餐桌前 正准备开始每年都必不可缺的团圆饭 新年到来之际 我在这其乐融融的气氛里 接到了来自医院的紧急电话 武汉急需医务人员支援 其实最担心和不舍的是 家中从小特别宠爱我的爷爷 担心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他当时却鼓励我说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你有义务 也有这份责任前往武汉持人相助 一线现在最需要你这样的医务人员支援 爷爷为你的决定感到骄傲 更为有你这样的孙女感到自豪 我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来不及和他们一一道别 就立马前去了机场 到达武汉 经过简单的休整 我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 在金银潭医院工作的68天里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正阿婆 刚进入病房 我发现 那位正阿婆带着呼吸机 弯着身子 坐在床上 她低着头 用手扶着自己 当时先电金户上的血氧饱和度指数 只有70级 呼吸频率也显得很快 特别的吃力 我立马问她 阿婆 是不是喘不上气啊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阿婆越来越烦躁 眼看着她 立马就要摘下呼吸机面罩 我立马将她的床头摇高 然后叫阿婆慢慢地躺在床上 帮她调整好坐姿 阿婆的耳朵不好 我就贴着她的耳朵对她说 你要放松 跟着呼吸机的节奏 慢慢来 不要着急 我一边握着她的手 一边在她的胸口安抚 阿婆却一把把我推开 吃力地说了一句 会传染 但是我还是凑近她 没有关系的阿婆 我做了很好的防护准备 现在您最重要 我跟你在一起 很快 阿婆就适应了呼吸机的节奏 太好了 我看着她的指数 从前面的报警值 渐渐回到了正常值 她的脸色也看起来好了许多 虚弱的阿婆没有力气再说话 她拿起了我的手 在我的手心里颤颤巍巍地 划出了一个蟹子 顿时我的心里十分地感动 又带着一些难受 这是多么好的一位老太太啊 我眼中的泪水 不经意地在打转 她正努力地配合着我们的工作 虽然疾病正在摧残着她脆弱的身体 但她也有属于自己的理想信念 但她愿意听取医生护士的话 她也希望自己可以快点好起来 可能我的存在令她更有安全感吧 很遗憾的是 这位阿婆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 但她与我短暂相处的时光 是我人生最宝贵的回忆 手掌里的蟹子 永远提醒着我 作为一名护士的使命与职责 给予我力量 使我的内心更加坚定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 我应该站在防控的第一线迎难而上 无所畏惧 也许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 但是涓涓细流 终将汇聚成海 只要人人都出分力 我们最终打赢这场战斗 我们用实际行动 彰显了疫情面前 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力量 95后白衣天使的肩膀 也能很坚实